Hello 大家好,我是Pyga 今集跟大家講兩宗發生在日本的殺傷事件 這兩宗案件都頗令人震驚和轟動 首先講第一宗案件就是發生在東京都台東區千速四丁木 這個地方就是所謂的吉原 吉原這個地方我想很多人都會有聽過 或者很多男士都會知道它是一個什麼地方 其實它就是一個充滿著很多風俗店和泡泡肉店的地方 亦都是在日本歷史上很出名的吉原遊閣的地方 吉原以前充滿清流 現在充滿色情場所、風俗店、泡泡肉店 而我剛才所講的殺傷事件發生在今個月的5月5日 也就是兒童節 當日早上11點20分左右 在淺草區的警署收到一通電話 就是來自吉原的風俗店的從業員的電話 這個從業員就跟警察說 他店鋪裡的一個女性從業員被男性客人刺傷了 警察一接到電話就馬上趕到延長 發現這名被刺傷的女性從業員的頸部和腹部 總共有三個地方被男性客人移胸刺傷了 也幾乎可以斷定這個女性從業員當場死亡 而另外這個犯人疑兇 在刺傷完這個女性從業員之後 自己也拿刀刺傷自己的腹部 當時身受重傷 當時這個犯人殺完人之後就企圖自殺 但自己插自己的話可能就不夠狠心 所以他當時沒有即時斷氣 所以警察看到這個狀況之後 看到他這樣也沒辦法下口供 所以就把這個犯人送到醫院搶救 而這間發生事件 殺人事件、殺傷事件的店鋪 報道裡面雖然沒有提到 是一間什麼類型的店鋪 但估計也是一間泡泡肉店 以及也算是一間高級泡泡肉店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報道裡面也有提到他的收費 因為這間店鋪每一百一十分鐘收費六萬到七萬日元 這個價錢的設定在業界來說 算是一個高級店才會收的價錢的基準 一般店鋪收多少錢我就不知道 但大概就是這樣 玩一次是要這麼貴 幾乎是一個打工仔四分之一 一個月的兩 是不是呢? 好像差不多了 四分之一 還有這個受害人被犯人刺傷 刺死了的女性從業員 叫做雪華 這個雪華 在這間店鋪裡 也是一個人氣No.1的從業員 這個泡泡肉從業員 還有這間店鋪也是值得一說 在20年前 即是2003年的時候 都發生過同類型的事件 當時這間店鋪旗下 一名是泡泡肉女技師 這樣說好像比較好聽 也是被一名來消費的男性客人殺死 比較奇怪的是 這名男性客人 本身也是自己從事一些 風俗業相關的店鋪的從業員 也是因為這件事件 這間店鋪開始是嚴禁規定 就禁止一些同行 又或者競爭對手的風俗店的從業員 過來消費 其實這個規定應該都比較普遍 我估計 因為風俗店之間 他們本身競爭都有在 所以為了保護自己店鋪旗下的 一些人氣的女技師 他們可能會禁止一些 同樣有這樣的風俗店背景的人來消費 因為防止會被刮割 這件事是會存在的 因為是經常都 但是發生在今年5月5日兒童節 那件殺傷事件的犯人 背景就跟這些風俗店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這次這個犯人 只不過是一名很普通的 一些保安公司入面的契約員工 這個犯人的名字叫金井如 今年32歲 在犯案當日 警察就將他送往醫院搶救 經過一個星期左右的休養之後 在今個月的13日的時候 警察也正式將這名疑犯金井如逮捕 逮捕他的時候 這個犯人也向警察承認自己 是殺死了那間店鋪裡的 女性瀑布獄技師的罪行 他也向警察說回自己的犯案動機 這個疑犯金井如 雖然是一名在保安公司入面 做事的一名是普通契約員工 而我相信人工也不會特別高 但他由去年3月開始 已經多次來到這間 位於吉原裡的高級泡沫肉店 光顧 而每次來到都會找這個說話做對手 但光顧了幾次之後 在今年1月的時候 這個說話 就跟金井如說 從今以後 你都不可以再來這間店鋪幫顧 因為你已經被列入黑名單 被backlist 原因是甚麼報道就沒有提到 但我估計被黑名單的原因 是因為金井如移犯是搭沉船 他每次來光顧這個說話的時候 都可能會死纏爛打地向他提出 要求就是希望私底下出來見面 或者私底下發展更進一步的關係 令到這個說話覺得很困擾 然後就決定向店家反映這件事 然後將金井如移犯是黑名單 聽到這個消息之後 這個疑犯金井如就覺得是很晴天霹靂 以及覺得是大受打擊 他就覺得自己的人生是一片灰暗 而同時是沒有辦法再來找這個說話的時候 他就覺得是很受到打擊 以及非常傷心 所以他竟然是作出一個決定 就是將這個說話的人生摧毀 他就在5月5日當日 就用了另一部電話 打電話過來這間店鋪 去預約這個說話 同時他來到店鋪的時候 也是帶帽和黑超 令到店鋪裡的從業員 是沒有辦法認得出這個人 就是金井如移犯 亦都是被他順利見到說話之後 就當場就把這個說話殺死 有記者就是追查這名移犯的成長背景 他這名移犯金井如出身在群馬院裏 副江市 高中的時候是沒有參加過任何社團活動 而高中畢業之後 他就在群馬院副江市裡的一間企業 就職 幾年前就來到東京 來到一間保安公司做契約員工 亦都是生活在這間保安公司裡的宿舍 但他跟這間保安公司裡的員工 相處得都不是十分之順利 給人的印象是比較陰沉 和不是很喜歡跟別人說話 還有我覺得這個金井如移犯 一定是一個沒有同理心 和自我忠心的一個人 還有一定是沒有戀愛經驗 就是因為沒有戀愛經驗的關係 才會在這些風月場所搭沉船 因為這些地方 尤其是在這些吉原的高級泡泡肉店 服務一定是非常周到 一定會令到男性客人來到 就是有一種奔至如歸 和是處身於戀愛當中的感覺 那這個金井如移犯曾經 在多次來到這裡幫襯的時候 他當然是會感受到那種身處於戀愛的感覺 但是呢 出了店舖之後 又回到現實的時候 他可能就沒有辦法處理到 自己在現實當中 是一名很普通的一個社畜 但是來到這個店舖之後 就可以感受到一個很甜蜜的感覺 他就沒有辦法處理到這種差距 所以就產生一種搭沉船的狀況 還有我覺得這宗案件 可能跟這個日本人的 mental 就是這個精神世界 或者是那個抗壓能力 都是有少少關係的 但是這個結論 就等我講完第二宗 這個殺傷事件之後 才再跟大家分享 話說在前幾天這個5月25日的時候 在這個長野縣中野市裡面 一個叫做江部的地方 就發生了一宗幾令人震驚的槍擊事件 又或者可以叫做挾持事件 在當日這個下午4點半左右的時候 當地市民就發現 在路上有兩名女性 被一名男性用刀刺傷了 於是他也馬上打電話報警 而報警之後 警車也很快趕到現場 在這個時候 那名男犯人 用刀刺傷了人的犯人 還在現場 他見到警車來到的時候 他竟然馬上把他手上拿著的那支獵槍 向著這輛警車開了槍 開完槍之後 他就馬上走到附近的一間屋裡躲起來 而這間屋其實就是 中野市裡面的議會議長 一個叫做清目正道的男性的家 案發當時當然是有新聞報道 就是馬上報道這件事出來 同時也證實到 這名犯人 應該叫做疑犯 已經是把兩名女性刺死了 同時接到線報之後 馬上趕到現場的有兩名警察 也都被這名疑犯用獵槍射死了 這名疑犯犯案之後 就躲到當地市議會議長清目正道家裡之後 長野縣也馬上聯絡神內村縣警方要求協助 要求神內村縣警派遣特殊部隊到現場 但這個犯人疑犯躲在屋裡 躲了很久都沒有出來 直到過了24小時之後 案發之後24小時左右 終於肯出來馬上被逮捕 而這個人就是當地市議會議長清目正道的兒子 清目正憲 當時他就是31歲 首先案發當地長野縣中野市江部 就不是什麼城市地方來的 是一些比較多田園景色的鄉郊地方 而這個疑犯清目正憲的老爸清目正道 他本身是長野縣中野市的議會議長 同時他也是當地農業協會的理事 他本身這個清目正道是有經營果樹員 還有一些農業相關的公司 也是一個挺成功的經營者 在當地也是一個挺有名的世家 這個清目家本身 只不過這個清目正道的大仔 也就是這次事件的疑犯清目正憲 他本身小時候已經被人覺得 他是一個不太懂得和別人社交的人 雖然學業成績也算不錯 他也是考上了一個在東京的私立大學 但是有傳他也是因為一些人際關係上的煩惱 而是選擇中途撤學 是回來長野縣的老家這邊 幫他老爸手從事一些農業上的工作 不過這個清目正憲的性格 其實也是注定了他回到長野縣的老家生活 是不會順利的 剛才我都說了 這個長野縣中野市江部這個地方 是一些鄉郊地方 在這些鄉郊地方生活的話 其實人際關係是相當之重要的 無論是日常生活上 遇見其他村民、市民打招呼 又或者是平時聊天 又或者是社群的集體活動 其實出席又或者是打好關係 是相當之重要的一件事 如果不是的話 很容易會被一些周圍的村民 是閒言閒語背後說是非 可能也是因為這樣 令到這個清目正憲日積月累 累積了很多壓力出來 他回到鄉下生活的時候 又不跟附近的居民打好關係 也是日常生活當中 就算見面都不會打招呼 有什麼團體活動又不會出席 有人找他聊天 他也是表現出一副 不是很想跟人聊天的態度 當然他也是未結婚 其實這樣的狀況之下 都可以肯定附近的村民 會在背後說他是非 當然這是我自己的估計 但這件事應該也會這樣發生 也是造就了這次殺傷事件的出現 因為他這個清目正憲 他跟警察說 他覺得當日用刀吉傷的兩名女性當中 其中一名是有在背後說他是非 所以他就動了殺機想要殺死他 事件發生之後 這個疑犯的父親的清目正道 也馬上辭去了中野市市議會議長的一職 當然你兒子變成殺人疑犯的時候 都很難再在政府工作 還有我想說的就是 這條片所說的兩單案件的疑犯作案動機 其實都很相似 就是一種被害妄想症而形成的 雖然這件事我都知道可能是日積月累的壓力而形成的 但是不是真的嚴重到要 推動到一個犯人要將對方殺死呢 我自己就覺得以上兩名疑犯所說的作案動機 其實真的不是什麼很大不了的事 我想一般人很多男士在戀愛方面都應該會遇到過挫折 又或者是曾經被自己的心儀對象數落 又或者是華人地方 即是新年的時候 你去拜年的時候 都一定會聽到很多親戚朋友的閒言閒語 問你什麼時候結婚生子 什麼時候拍拖 做什麼工作 賺多少錢等等這些事情 不適合聽的話 其實聽完就算了 不用擔心的 還有我就覺得 我們跟日本人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就是其實我們不是很在意 沒有日本人那麼在意別人的眼光 就算我們被人怎樣閒言閒語都好 我想一般人都可能 不適合聽聽完就算了 又或者是 找朋友出來喝水 喝杯喝水 吐苦水 那就算了 但日本人很少 比較少渠道會有這些 這樣的書法空間 其實 尤其是以上兩單案件所提到的 凡人 他們都可能會處於一個 社會的邊緣人的狀態 兩名疑犯都是因為這個心靈崩潰而作案 我自己這樣理解 所以我剛才就問了 其實日本人的 mental 這個精神能力抗壓能力 是不是相比其他世界的地方的人 是比較弱呢 因為日本的教育方式就是 教導小朋友從小就要擦弦官式 要滿足對方的需求 而是去扮演過一個角色去做人 越是在乎人家的眼光評價的時候 其實往往會影響到自己的自信心 我自己就覺得 還有以上兩單案件 雖然案件、作案手法和類型 在全世界都一定會有的 但是兩個疑犯所說的作案動機 我自己就覺得是很日本人的想法 我自己就這樣看 不知道大家又怎樣覺得呢 大家對以上的內容有什麼意見 都不妨留言 又或者是有什麼 跟日本相關的內容想我講一下的話 都不妨是留言告訴我 給我參考一下 我這條影片就先講到這裡 還有最後記得讚好和訂閱 也可以選擇用這個Superfans 課金支持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